生命纪第八章 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 你们要谨守遵行 使你们可以存活 人数增加 并且可以进去得着 耶和华向你们的列祖 启示应许的那地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 你的神 这四十年在旷野 引导你的一切路程 我要使你受苦 要失恋你 要知道你心里怎样 看看你肯守他的诫命不肯 他使你受苦 任你饥饿 把你和你的列祖 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更要靠耶和华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这四十年来 你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 你的脚也没有肿起来 因此你心里要明白 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 好像人管教他的儿子一样 所以你要谨守 耶和华你的神的诫命 遵行他的道路 敬畏他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快要领你进入那美地 那地有河流 有泉 有圆 水从谷中和山上流出来 那地有小麦 大麦 葡萄树 无花果树 石榴树 那地有橄榄树 油 和米 你在那地 必不缺乏食物 在那里 你必一无所缺 那地的石头 就是铁 从那里的身上 你可以挖出铜来 你吃饱了 就要称颂 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 他把那美地 赐了给你 你要自己谨慎 免得忘记 耶和华你的神 不守他的诫命 点征 律例 这是我今日 吩咐你的 恐怕你吃饱了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你的牛羊 家多 你的金银 增添 你所有的一切 都增加了 那时 你就心高气傲 忘记了 耶和华你的神 就是把你 从埃及地 从维奴之家 领出来的那一位 他引导你 走过那 大而可畏的旷野 那里有火蛇 有蝎子 有干旱 无水之地 他曾经为你 使水 从坚硬的磐石中 流出来 他在旷野 把你的列祖 不认识的马拿 赐给你吃 是要使你受苦 要试炼你 使你终究得到福乐 恐怕你心里说 这财富是我的力量 是我守的能力 使我得着的 你要纪念 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得财富的能力 是他赐给你的 我要坚定他 向你的列祖 启示所立的约 像今天一样 如果将来 你真的忘记了 耶和华你的神 去随从别的神 侍奉和敬拜他们 你们必定灭亡 这是我今日警告你们的 耶和华从你们面前 怎样是万国的名灭亡 你们也必照样灭亡 因为你们没有听从 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可以唯恐的 词示宽